大家好,我是默默妈妈,把五花肉放锅中煮30分钟,出锅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传统美食,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,出锅后比吃红烧肉还过瘾,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我们准备一块正宗的五花肉,最好选用这种五花三层的,吃着口感更好。 我们先把五花肉从中间切开,一分为二,像这样就可以,接下来准备一口铁锅,把锅烧热,然后把五花肉放进来,把猪皮烫一下,这样不仅可以去腥,还可以去除猪皮上的猪毛和异味,尽量多烫一会儿,最后烫成香这种金黄色就可以了,然后把它取出来,放入大碗中。 接着往里面倒入温水,不要用凉水,我们用温水把它浸泡一下,把烤焦的地方给它泡软,这样好方便清洗。 泡好后,再用刀把猪皮刮一刮,把上面的脏东西刮下来,经过几分钟的浸泡,可以看到很轻松的就刮下来了。 全部刮干净后,再把猪肉清洗一下,尽量多换几次水,把猪肉表面的脏东西彻底清洗干净。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腥味了。 全部清洗干净后,把它捞出来,直接放入凉水锅中,然后加入几片生姜,多一些葱片,适量的花椒,增加香味。 大火煮开后,用勺子把上面的浮沫撇出去,这些浮沫都是腥味的主要来源,所以一定要打捞干净。 接着盖上盖子转小火煮30分钟。 中途的时候打开盖子,我们把五花肉翻动一下,把五花肉翻一个面,这样两面煮的成熟度一致。 继续盖上盖子把肉煮熟。 接下来准备一节大葱,用刀切开一分为四,然后改刀切成葱花。 切好之后,放入碗中备用。 再来准备几斑大蒜,把它切成薄片。 然后再用刀剁一剁,把它剁碎一点。 最后剁成这种细蒜末。 剁好之后,放入碗中备用。 再来准备一块生姜,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再改刀切成姜丝。 最后切成姜末。 切好之后,放入碗中备用。 接下来再准备两根青线胶,斜刀切成马蹄状。 切好之后,放入碗中备用。 再来准备一个红胶,切去辣椒吧。 然后从中间片开,再改刀一分为四。 然后斜刀切成菱花片。 切好之后,放入碗中备用。 这个时候,我们的五花肉也蒸好了。 怎么判断五花肉熟不熟,可以用筷子试一下。 能够轻松扎透就说明熟了。 然后用筷子将五花肉夹出来。 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盘中放凉。 这样煮出来的五花肉真的太香了。 这个汤也不要丢,可以留着煮面条或者炖萝卜汤。 接下来再准备几根蒜苗,先用刀拍一拍。 然后再斜刀片成片。 加一点蒜苗味道吃起来更香。 全部切好之后,放入碗中备用。 现在咱们的五花肉也已经放凉了。 然后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。 厚度大概在0.5厘米左右。 这里肉片不要切得太薄,太薄在炒制时容易烂掉。 全部切好之后,放入碗中备用。 下面把锅烧热,加入适量的食用油。 油热后把五花肉放进来。 开大火翻炒,将五花肉中的油汁煸炒出来。 这样五花肉吃起来更香,而且还不油腻。 一直把五花肉炒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大勺豆瓣酱。 继续翻炒均匀。 把豆瓣酱炒香炒出红油。 接着加入一勺豆豉。 把切好的葱姜蒜也加进来。 继续开小火翻炒,把葱姜的香味炒出来。 炒香后把青红椒倒进来。 继续翻炒,将青红椒炒至断生。 最后再把蒜苗加进来。 继续开大火翻炒均匀。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。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 就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你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 把它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。 出锅装入盘中,美味集成。 就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回锅肉就做好了。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肥而不腻。 无论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不错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的话,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